我經常到一些貧困地區去 我總有一句話 我說你們還需要些什麼 實際上我們這一代人也有這個情節 一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 特別是我們的農民 扶一把 《大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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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的時候特地大 傳送魚魚 我老爸爸每天一晚上 乾了點多半點吧 每天幾個都能吃三百左右的花花 一乾多半點以後的花花就可以花 沒有這個所有的家子了 這裡也是黃瓜菜大廠 《大廠》 《大廠》 在我們基地 總書記說了 這個產業真的有發展前途 一定要保護好 今年好多客戶都跟我們訂單 我現在都接了一千多單 自從小總書記 跟我們打這四十萬以後 旅遊人一天比一天短 每天最低是兩大八千人 旅遊人多了 我的花花沒得快了 我跟新聞書記比過瘦 我跟新聞書記說 我現在的書記比你夠 4月20號的時候 我們正在棚裡 才在莫兒 中午的時候 跟我們騰著說 是總書記要到我們這個莫兒棚來 收入能怎麼樣 這一餐我能賺到兩萬多塊錢 一共幾餐 兩餐 兩餐 兩餐四萬 四萬多 中書記點贈以後 我們莫兒在網上銷量很火 高峰的時候 三個小時都賣了24噸 多整這些莫兒都賺點錢 還想買個小腳踹 錢 找一個經銷商 真的像找針頭一樣那麼難 2度的 53度的 有42度的 從北京回來的時候 第二天 我們廠裡面的電話 就打個不停 我們每天延伯都會 幾幾百個人在這裡 談生意的時候 讓他們排著隊的 用小喇叭喊 兩個月時間 銷售了9000多萬 78年的時候 我們的銷售 就得3.9個系 三年過去了 我覺得閻博村 從黃紅轉成了四堂紅 我覺得閻博的幸福 就來演習這瓶小酒 幾秒了 我03年 總書記來的時候 說一片一紙成就的產業 付地方百姓 那麼我們通過產業 種子發展起來了 我們就建廟 總書記回信說 吃水不忘八井人 致富不忘黨的恩 我們不僅僅是 建廟技術 還到了這個包銀箱 我們首期的這個 百葉一號的成果的反應 周邊的農民呢 也已經開始引種百葉一號了 我們家那些所有的地方 能種的我打算 就全部把它給種上 因為都是自負的路 當年的情況 我一直在目 你們現在取得的成績 證明我們這條路子 是正確的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13億人要携手成績 我們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 圍繞著人民群眾 對幸福和美好生活的追求 世界 2020年 也是脫貧攻堅 決戰決勝之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一個也不能少 共同富裕路上 一個也不能掉隊 世界 威脅